然后我现在 然后我现在已经到许昌了 骑了快一个小时 哎呀 没事吧 吐了呗 走吧 我抱你过去 这狗吐了一点啊 吐了唾液啊 然后带他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你好 来 砍羊饼 你喜笑和劝文剑菜 对 剑菜木 就刚唱歌剑菜的 哦 就是说明 这是啥时候剑菜的 就是这两 15号 对对对 15号 这个是18号 咱猜 这是14号 这14号剑菜 他拉的行不行吗 他拉的 反正我看看 肯定有拿不过人 有一点 有一点神 有一点就 我脚开有一点神 但是他不是斜 嗯 正在吧 如果要是做一个 嗯 做个系统的检查一下 嗯 神话那一些 像这个 怀疑他肝脏的问题 神难上就给他做神话 神话 对 做神话 嗯 另外 拍了片子 拍了片子 他们把眼中看他胃里边 肠哪里边有东西 但是喜笑和给他做 喜笑和可以不受你的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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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 也就是说 有全项的 有这个 简单的 全项的做起来都550 全项做起来550哈 嗯 嗯 简单的做的是450 嗯 嗯 30号做个350啊 嗯 简单做350 嗯 简单做350 嗯 全项和简单都啥区别的 嗯 全项是17项 嗯 简单的是4项 就是能监察去 能监察去 它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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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 您比方说 你做个简单的 你做个简单的 它就是烧 比方说 肝脏的那些 它不是一种 肝脏的 它一个 一个 一个 死 死 死子壳里边 这死子 它不是光说 做垃圾的 它说 你看 17项的 它是全身的 各方面都有的 嗯 全大方面都有 嗯 这个是4项的 简单的 它说 你意思 肝脏的量相 肾脏的量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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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 死相里头 可能监察了 监察不出来的问题 是这意思 对吧 有时候它能当吗 不是 我是要 不是超中间抬的吗 抬中间 我意思就是叫它 嗯 你就是说 做宣宅哪个 监察了之后 然后对应了指料 对啊 是啊 嗯嗯嗯嗯 排便都是80块钱 嗯 排便80块钱 嗯 现在以你的经验来说 就是不做这个监察 是治不太多病 我还没办法不中 是这一个啊 你 我也说啊 就是你已经领用肉眼 比上是它呕吐 对对对 能引起呕吐的病太多了 就是脱液末 对 嗯嗯嗯 那你就做那550的吧 嗯 550加上80是630 630 嗯 稀销我给你做了不收费的啊 嗯 你这样不是 但是签提是给它指好 对不对 你关键是在监察这病 对对对 监察这病了 在给它指好 这是 监察这病了 然后呢 才知道 这是 这样去拥有啊 这是 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 重要就是给它指好 对不对 这是耿奔啊 看一看 这家伙 你看病啊 您闺行吗 一眼 闷里面 三口 对 对 呵呵 再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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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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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带钩下来 不带 你得上去 你得上去 你这是什么沙沟 这真小 鬼别用 你刚才怎么拉人家一身呢 你这家伙 胆怎么那么小 别人抱抱你都不行啊 都不能抱抱你啊 真是的 没事 昌导有起踢 不像是有啥 做谁的东西啊 昌导有起踢 你看 在拍一张 我说我哪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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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监察腿有问题 哎 那就是就鸡田是眼泪 你说 刚才这边医生检查 好像有细小了 好像是两道 在这边等结果吧 各项检查是怎么样的 这家伙木拉 都这儿了 又拉了 哎呀 这个是细小检测出来的 结果 细小 这是要验重的拼鞋 放下 研冷清 拼鞋 有拼鞋 厌重的拼鞋 丰他 红蓄鞋 这又拆结果了 我跟你说那狗的植鱼驴在多根 啊 植鱼驴 综合这些房间去判断 加上那已经是倒到中起来 这都倒中起了 植鱼的就是在给人家六十左右 六十 六十 叶老师说他这样子戳起早起那就吃了一半斩 四天前算是 血药病毒大概九十一扇 那当时他没监察去 没想到是这样吗 我管他那和私人的医院都抛了三堂了不都 那那收鞋医院啊 我指料的话 收鞋医院先输鞋 不输鞋他连心都没有 那别人说他不输鞋他有的四股 输鞋是啥肥子 我给你算算那些书鞋再输鞋 待会就在输鞋 你算一下大概这些大概在多少钱 五至七天 从现在说 也就是说 差不多五天都是危险期 就是他绕过五天 五天以后 他就恢复的几率就高了 每一天那些鞋不带血 每天就是三百三十块钱左右 你感觉说也就是说 你愿意去为他去付出 我就开始给他扎六十斤 那我说血是多少钱的 那那书130到150毫升鞋 就是三百块钱以下 大致上就是一天的 一天的白多 不不 只数一次 数一次鞋是 数一次鞋就是二百六十块钱到三百块钱之间 其他的 熟鞋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资料里收费 熟鞋就是单独的 熟鞋是单独的 它必须的 但是这个单独的抗体 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 和熟液 这是每天也是必须的 但是它是每天都必须的 但是这次只数一次 这个就是一次性的 然后其他的 质料费用一天是 三百块钱 是超过三百 超过三百 超过三百 主管你算的 应该是五十块 你算的四十 三百三十块钱 熟悉大臣 包括单独抗体 球蛋白 还不带刚才兼杀费 不带兼杀费 不带兼杀费 另外一个 你给这个绝对 嗯 累退这就是今天需要用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 这个是大臣的钱 这个是熟液的钱 熟液的钱 就是单独抗体 和白蛋白 嗯 嗯 嗯 大臣内包裹的干扰所 各方面 自斜的啊 自土的啊 另外做是主管的 你给我弄个大概的 大概下来的 五天 六天 五天就是脱离 脱离危险期了 等于是 就是他能够 我五天就说明 他都大到百分之九十了 是吧 嗯 现在是百分之六十 对吧 他大臣上他的费用 就在 嗯 两千三百块钱以上 你得不是 你给我加上那个监察费 监察费是六百多 你都给我加上 你不要管给我装算 是不是 监察费 三百三乘七 三千一日了 三千一日了 你算是七天那两 对吧 七天的时间 嗯 三千一日了 嗯 三千一日了 你说种度以后可能三天之后 对 三天之后离开 对 对 他应该就是说这个塑料鞋以后 他就会慢慢的会活来 但是也有抬出情况 比如说他体质就特别差 或者是又再加上有病 他来寄成口 嗯 嗯 他一个这个 鸭汉 没有人 不是 先讲鸡铁的 就是两米算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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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这六正是啥 是不是 然后那这边走都脱了 地下脚给扔了 是吧 嗯 再真心先讲到祸下去 说白了 就是日子 目别的恶意 是吧 主要是确实是 啊 确实是太太难了 这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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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任六那么多 他就跟着我窝着了 就跟着我点名词 跟着我 他中吐他叫人家词 他在粘着他里推 粘着跟他叫 然后听 我讲点名词跳那 他跑到我嗝嗝 啊 宠着我叫了几声 我说你别咬我 我不如他里不如他肚子 说我点名词就 哎 放着他放那了 然后我可打回家了 太有怨分了 怎么分 就是说这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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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咬了两千了 行吧 行吧 没事 看在前面呢 你看看你 你别不看 你说我哪有活动 没事 就给你点指 那木粉了 对不对 咱也指不来 咱要弄指 咱自己指了 就前最后 对 前最后 姓名 好 哎呦 我操 看你的嘴多没 哎呦 看上是我木歇字了 老师 我操 木你拽子了 写到这儿 统议猪圆子的 植物包有菜 植物包吧 先抓两千哈 抓两千哈 好好好 你去菜菜咋点 咱给我点点 你拿过去 两千啊 好 过去啊 爹 交给你了啊 爹 交给你 行行行 咱证据 证据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是不是 三天给他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嘴头里 谢谢啊 给大家 哎呀 你在这儿治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小花 接下来这边有医生 帮你治疗了啊 不要想我啊 嘿嘿嘿嘿 行 那麻烦你啊医生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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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 我现在啊 小花已经交给这边后面的医院了 然后相信他们应该是可以治好的啊 然后我现在就回去了啊 因为我家距离这边比较远嘛 我们这边在许昌嘛 我要跑回去三四十公里左右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应该问题不大啊 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然后我现在换了一下衣服啊 把衣服全部换掉了 手脸全部都洗了一下 喝水 然后刚才这边从医院给我发个视频啊 然后就已经 斜子菜刀了 斜子斜菜刀了 啊 这这跟熟水子 多少都熟上了 一会儿马上都给他熟血 他给我发的就是说 现在在漱水嘛 漱完水之后开始漱血嘛 因为这个医生讲的是 他那个在他那边治疗的话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几率 就是能够康复嘛 基本上五天熬过五天之后 然后问题就不大了 啊 讲真的就是 我在那签字的时候 说真的我手都发抖 我手都软了 写的字也很难看签名的时候 没出息了 真的是没出息了 然后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昨天对吧 好多人都指责阿飞说我不应该带那个小花去那边和那边去散步嘛 就是这个事情啊 就是首先我在这里就是说跟大家道一个歉 对吧 就是我这道这个歉呢 不是说我带他去那个地方道歉 我给大家道歉 就是说我没有跟大家说明白 为什么我带他去那个地方 对吧 就可能大家有点误解 不是 但是我可能说说完之后 可能大家还是不理解 但是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 好吧 因为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 我昨天还会带他到那里去散步 带他去 因为就是昨天出了那个我们那边县城的医院之后嘛 他说这个狗贫血比较严重嘛 我听完那个医生的话之后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大概也能估计出来 这个狗打了他那个针之后可能也不会康复 如果这样的话就以我们县城现在的水平来说 对吧 基本上就治愈不了嘛 也可以说 基本上能等待他的就一个结果嘛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 昨天我心里面是很清楚的 但是可能你们可能不理解 我的心情 所以我昨天特意照了远的一点地方 就想着带他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看一下河 对吧 看一下花花草草 其实这就是我的心情嘛 其实我 我想的就是 对吧 至少对吧 如果他走 走之前对吧 至少他 没有遗憾嘛 对吧 其实 其实我的心情 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 现在就是今天 然后我们县城这个宠物医院 他说县城已经治不了了 治不好了 哪怕我们县城最好的宠物医院 可能只有30%到40%的概率能够治疗 没有办法 他说许昌市嘛 他说许昌市对吧 可以治疗 对吧 治愈的几率非常大嘛 所以我就 大概摩托到他那边的话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反正因为到了市区嘛 就速度都要慢一点了嘛 然后赶到他那边 治疗 讲真的啊 说真的 就是他说 大概这个治下来要3000多块钱嘛 对吧 因为检查费都六七百了嘛 对吧 讲真的我 其实我犹豫了 说真的 我确实犹豫了 实打实的说 我确实犹豫了 当他说治疗费这么这么多的时候 我 我就 坐在那里 大概坐了有五分钟左右吧 然后我看着我 我拿着我的手机 然后我不知道要发信息问谁 就是 可以跟谁进行交流 对吧 谁能够告诉我一个答案 对吧 到底要不要治 对吧 你60%的几率也 并不是很高 说实话 最后想了想 反正 对吧 检查费 对吧 六七百都花了 对吧 七百块钱都花了 对吧 就不在乎那两三 两千多 三千 对吧 对吧 就 就 就这样吧 对吧 就相信嘛 相信他们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因为我走的时候 有反复去问那边的那个 那个医生嘛 对吧 这个医生看起来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左右吧 看起来 然后反复呢 他可能看他的表情的话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出现意外 对吧 刚才他加我微信嘛 给我发他正在输水的这些视频嘛 正在 对吧 正在补充血嘛 对吧 因为他说如果我带回县城治疗或者怎么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就死了嘛 对吧 就就就就是这么现实嘛 对吧 那他跟我说到这种地步了 那我肯定不能再犹豫了 对吧 肯定要在他那边治疗了 对吧 就希望 他能够 有好消息吧 我不希望这几天他突然告诉我 否则我真的是承受不住 真的承受不住 我说实话 我这个人确实 有的时候我确实比较抠了 说实话 真的是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活下去 对吧 因为他跟我确实有缘分 我想让他活下去 虽然他现在性格特别自卑嘛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 只要他忠诚 对吧 我觉得 我我心里面对吧 我心里面是非常舍不得他的 就是这样 相信相信会好起来的 好吧 然后 就在这里跟大家还是说 对吧 不管你们怎么指责我 对吧 如果时间回到 昨天 对吧 在没有说去 对吧 许昌这边去治疗的情况下 可能真的 他的生命就 就是在这两 两天内 估计 还是 抱歉 还是抱歉 昨天视频 让大家看到的 非常的难过 然后 给大家造成不好的心理 影响 真的还是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可能我的心情 可能 可能 昨天 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了解到 就是这样 然后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对吧 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嗯 行 就这样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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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